今天游旅温了 看着吃饭就像一个分解一样 它这个阳光整个渣男 哈喽 我准备出去玩去了 这次是去英国的周边玩 本来想的就是一日游一下的 看了一下火车票没有回来的车 所以我今天就在那里住一晚上 所以我今天早上打包的行李 我今天打包行李非常的迅速 我今天的穿搭可以看到吗 没有觉得英国真的夏天了 只是这两天天气据说挺好的 看完衣服一批 然后我就去火车站了 整个车厢又我一个人 我要先去坐到那个冷冬的中站 站然后我再从那个火车站去周边的城市 我先去车站吃个早饭嘛 我带一下车 刘欣宇 我从那边出来了 我以为你跟那边玩过来的 没有没有 上次你们看到给我拍照片的摄影师 你们都说让我跟他绑死 把我拍的太好看了 然后我今天就跟他绑死了 我把他拽过来跟我一起玩来了 现在有铝瓣了 Hot 拉铁 Oat milk Chocolate Cozza 我们到了 他的妆也换完了 看看你大面美女 大面美女 到这个Cantebury了 我怎么感觉被骗了 因为有一种天气并不好的样子 现在我们准备去酒店吧 先把东西放下 然后就去景点了 那个景点真的很吃天气 天气不好的话就拍起来不好看 好吧 我们吃俩走过去 哇 我们到了 可以查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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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订了一家酒店 然后这家酒店又不是英国人开的 看一下房间怎么样 我感觉图片上还不错 白天的拍点照 如果天气好了 马上就要天晴了 真的吗 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天晴 好幸福 这苹果跟我这个里面的衣服还挺配的 你知道我这个衣服在巴黎买的5欧 怎么那么会买啊 眼光好 没有办法 下次我们俩一吹逛街 走 去巴黎 好 跟我们搞了一个那个套房 房子还挺小的 明天给大家拍点照片 我帮你先拿 今天的行程全是我安排的 然后我跟他说 你只能把票订好就行了 跟我走就可以了 我就是那种旅行中 安排很多东西的那种人 我先把这个苹果吃完 然后我们就去景点 终于能去景点的路上了 这里就是很宁静的那种小镇吧 就是很英国 还不错 来吃意大利菜了 不知道这个要不要预定 我们就是无脑冲 这个小镇叫油画小镇 这边吃饭也像油画一样 吃饭就像油画一样 吃饭就像油画一样 就是这样我们基础单词就好了 现在就是喝咖啡没感觉了 Thank you 我们可以吃pasta了 然后可以先出来一下 我觉得在哪里都要吃意大利 吃好菜了 这边真的很漂亮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你就说嘛 我们可以等到太阳出来了 可以去那个景点拍照了 现在正好 超可爱的小女孩 哎呦 这个阳光真的就是渣男 它时有时无的 就一会儿给你给的好多 一会儿就不给你 就那种忽冷忽热的大渣男 我跟你说你现在背后 全部都中国人 就是已经夸张到 我感觉回国了 拿了一个船票 然后可以上船了 Hello Hello 我们Ready了 在这等待 这家的小船 竟然是在这边的咖啡店订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咖啡店 在做这个船票的生意 345 哇 你要被帅哥拉手了 我也要被帅哥拉手了 Thank you 不要牵手了 绅士 好 我们现在跟人一块儿共享船只 然后他们就讲得合身有色的 我可能只能听懂几个英文单词 然后我们俩存在感觉很低 就感觉有被忽视 但是就是享受美景了还挺好 不算了 不算了 是在这边的 有很低 那边的 有很低 有很低 你会看这个 你看他是钻过来的 有很低 有很低 他们的船只感觉更豪华一点 他们那是美国电影 我们这是美国电影 我俩上船了以后 穿成是这样子 然后为了拍照 我俩是这样子 这就是美女拍照的秘诀 后外套必须加上 就是穿这个的 好冷啊 还是穿着吗 而且这个湖都真的风一飘 真的很冷 这它离头很近 终于把这个山洞出来了 很低很低 必须得把头低下来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撞头 这块应该是他们比较特色的房子 我们俩太饿了 又过来干饭了 我们又找了一家意大利餐 我们准备吃披萨 然后再点个其他的 在这边靠点餐 都是要靠眼神对视的 对视成功了 我看到这个东西 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前面在罗马的时候 我们刚来欧洲嘛 我在那拍视频 然后我穿的皮毛一体的那种衣服 把我的毛烧掉了 然后当时我就很心疼 我的毛一块粗掉了 我当时在想 这会不会是预示着我来欧洲 因为那天一天都是那种湖味 我身上 然后我就在想 那着火了呀 这衣服 是不是预示着我来欧洲会火呀 然后我还当时那样子预测了一番给自己 然后结果现在就是有点小火了 所以我还觉得挺神奇的 我就是看到这个又想到了 我爱披萨 换一种方式来说 就是我爱呢 我爱一切一遇到一项的东西 所有人都在等这个火车通过 这个小杆子把我们围着了 火车呢 哦来了来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坐的火车 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小镇 开开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赶这个火车 终于赶上了 我们俩是一路跑过来的 哇 它已经开始在响了 它要关车门了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就是你没赶上真的不行了 就是在推你 你看我头发被跑了 我们俩一人顶了一个大刀 现在去其他的小镇 我来改一个颜色口 它刚涂了一个这个 然后现在它就会浓 我现在让它来搞成 就是跟我今天的妆 是比较配的这种 你看到我这里有这个高光吗 我还弄了那样猪猪眼灰的 我的衣服 万年灰外套涂了 大家都说我天天穿这个灰外套 是的呀 我就没有衣服穿 每天都预备着小裙子 小短袖小吊袋 但是就是冷 第100次 沦沦沦沦沦 失败 来的你看这什么吗 羊 不是花也不是草 是羊 我们到黑寺厅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街上 看到很多很多小房子 然后想在这里拍点照片 因为跟我穿的很搭 都是粉色的 有人在这边拍点照片 不然是遗憾 可能是不应该搭 但是如果是小狗的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边的 这边就是一个比较少许的 那边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去莫衣服的 你看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要去莫衣服的 我们现在要去莫衣服的 我们都拿了很多的包 因为今天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就得一直背着这个包 现在简单的喝个非常快的咖啡 看这条街 等咖啡的时候把墨镜带上 这墨镜我们老问我是哪里买的 这是捕捉店10块钱买的 主要是我这个发型不太适合戴墨镜 有些货件我带上去就特别像 算 那个仙神你知道吗 两包五一样不错 能不能当一位的权利益 在这边买票然后就是各种全都打折 比如说你26还是25 就是一般都是26或25以下 对26岁或25岁以下都可以打折 然后刚才小刘说 能不能一辈子25岁 能不能永远当学生 反正永远能感觉到 学生红利很厉害 要坐这个小火车了 感觉真的很有仪式感 它是终于为我们开 谢谢 真的很好看 这个火车就是直接到山顶了 然后我们在山顶就可以看日落了 就我们两个人 就我们两个人 把我们关在里面了 享受 我感觉在做那个小时候那个激流泳镜 我感觉在做那个小时候那个激流泳镜 就先上去 然后滑的下来 那个 要不得只有两包五 这也太短了吧 最短火车 我要低头 个子太高了 最短火车体验 差不多传上了 30秒左右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到山顶了 哇 好安静的感觉 这边是游乐场 然后这边就是漂亮的风景 大草坪 还有天空上面的飞机的线 我感觉这是世界的三个部分 就在一起 构成了这一幅眼前看到的像风景一般的美花 例子 但是 我每一个人都在爱了 我看了 这一眼 六十四十九 靠的 都在样子